市長真的很希望改善不止 我覺得不只是你們的成長環境 其實還更多的是你們不管教育 還有我知道最近暖暖區碰到很多小朋友 有一些被霸凌的 他也很煩惱 類似像這樣的問題 你們有沒有覺得可以提出來的 金融市副市長邱沛玲 親自和10位高中生進行深度對談 同學們把握機會 上所預言 什麼密室逃脫這類比較心靈的 就是我希望市政府可以與時俱進的感覺 像是跟近年輕人的 就是年輕人會有一些比較活化的一些油漆設施 然後像是我知道金融有許多的 像是年輕人喜歡文青空間之類的感覺 會有種覺得比較文青是比較適合年輕人 像是金融 我覺得金融有很多的咖啡廳其實是很適合發展的 但是我覺得可能對於咖啡廳的宣傳 可能就是不到 就是可能民眾比較不會知道 或者是金融有哪些地方好的咖啡廳 可以讓年輕人去使用 就是我覺得在推廣這方面 其實也可以做更多的相關的動作 身邊有些同學會去健身 或者吃跑步機什麼的 然後他們會去國立運 那個金融市的運動中心去練習 但是他們好像說就是器材有一些老舊 可能會故障或是游泳池遊玩 然後身體會有一些不舒服或什麼的 然後看可不可以有改進 一個你剛剛講的那個 歷史逃脫的 我覺得其實很棒 因為像其實在上班的上班族都很希望 上班的空間是很自然很豐華 要有隔板的 跟你們圖書館想法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我們要找地點 他們像共享空間概念是一樣的 可能一個大腸圓圓圓妥形的桌子 每個人可以互相電腦弄一弄書看一看 而不是傳統的這種排法 把一些空間可以做一些活化再利用 空間的活化做成文青的空間 或是一些老屋可以整修成很棒的這種 咖啡館 類似這樣子的 這種就有時候它是一個招商的概念 不是說都是工部門去做 那有一些是業者看到這樣的 就是年輕人有這樣的需求 然後他來願意把這些空間 把它做這樣的一個經營 那剛剛副市長就指示了 我們會去跟我們市府其他的單位 也一起來聯繫 把這些有可能可以發展的空間把它整理 同學們肯定市任服務舉辦 進入教育好聲音座談 對談中學生們針對包括推動劇場文化 K租中心爭取練團空間等議題提出了看法 一個禮拜練習兩天 那我兩天一定會介紹投訴 這團練的時間不夠空間不夠 對然後加上其實我們去音樂教室的話 我們音樂教室在四樓 然後樓上又是美術班 那即使我們已經在放學時間 那美術班可能想說 比較有一點靈感 那我們還是會被投訴 對 所以我們可能就是只能去到台北市的 練團室做 對對對 就是我們在學校可能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高二的話 會接觸到一些電吉他跟鼓 那就是不單單只是吉他 假日的讀書空間我覺得 我希望可以在 就是像 希望可以 就是有文化中心的讀書館 因為他其實已經整修了漫長的一段時間 那其實蠻多同學 我身邊的同學都跟我講說 欸能不能在市政府建議說 可以起早的讓他進 進早完工 然後趕快開放 就給大家一個 可以讀書然後做報告的時間 要不然 如果每次都需要去星巴克 或是哪裡 畢竟他也花錢 然後也 有時候有點吵 所以希望他可以 就是趕快開放 然後再來還有提到公車 安全性 因為真的二性人比較多 所以每次要上下課 大公車的人都蠻多的 然後如果這樣太急的話 公車開的時候會比較不安全 那希望就是 可以再多開一點辦事 在上下課的尖峰時段 能夠多開辦事 然後就是讓比較多學生 可以安全通勤這樣 國中的同學能夠留在在地 譬如說各個現在在場所有的 這些學校能夠在地就讀 那在地就讀將來 像各位我們也希望你們能夠 就算到不管台灣哪裡的學校 去讀大學 然後你們還是基隆的孩子 然後有問題還是可以反映給 基隆市政府 針對學生提出的訴求 副市長邱佩玲 教育處長楊貴傑 陪同的教育處副處長科長都仔細回覆 我覺得學生是基隆的驕傲跟希望 我們的希望在下一代 那從他們的反應當中我覺得我們學很多 因為很多事情真的我們在這上面是看不見的 剛才尤其剛剛同學講說寄望四個月的開會 那沒想到市政府真的做到 我都覺得我要掉眼淚了 我覺得是我們跟他學習 他對這個會充滿這樣的期待 我們在市政府的這種行政長官應該更努力 更加油一點 才不會辜負學生對基隆市政府的期望 第一次的問題我想他們都得到完善的解答 那這回又提出很多新問題 我們會努力去幫他們克服 也希望學生在基隆有更好的環境 不會輸給台北新北跟桃園 透過雙向的溝通交流 副市長邱佩玲表示 很開心能夠聽取大家建議 市政府將會折成相關單位 逐步的落實推動 希望讓學子能夠留在基隆安心就學 記者 孔少鳴 基隆報告